消防署開年中記者會 當然要順便展示最新的裝備 當中最強的就是這輛滅火訓練車 訓練車可以模擬出不同的火警環境 讓消防員可以在高溫及濃煙的環境下訓練 學習不同的救火技巧 不要看它只有兩個貨櫃 它是由荷蘭引進,造價高達800萬元 廚房已安排了訓練車去到不同地區的消防局 為前線的消防員提供訓練 另外消防署亦由丹麥引進8架迷里的消防車 每架剩餘45萬元 這架迷里消防車的賣點就是舊的式 可以在郊區狹窄及嶽區的路面上行駛 主要派去南亞島、大澳等偏遠鄉郊執行任務 那麼等本,希望到有火警發生的時候 真是可以發揮他們最大的效用 減少人命傷亡